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咱们谈经济 次贷危机之后,犹太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在推动金融自由化 把金融资本推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整个的过程中,获利最多的是谁?就是犹太资本 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获得巨大暴利 但是这种金融化伴随着有一定副作用 这种副作用在美国具体表现在就是金融集权化 金融集权化,债务激增 美国整个经济那个逻辑咱们谈过吧 就是债务经济 原因在哪?美联储是私人的 它怎么样把自己的稳定收益和税收联系在一起 实际就让政府接债 让政府接债通过美联储来收稳定的利息 副作用美国债务激增,实力经济当然空心化了 货币高速空转,美元信用快速下降,社会矛盾升高 那这次华尔街金融集团次贷危机爆发之后 我不能说犹太,为什么呢 很多节目就只被杀了 直接被警告了 我被警告好多次了 实际就是只要是你说犹太 基本上就被警告 所以你可以想想 他们的这种紧张状态 实际是风声鹤唳状态,草木皆兵状态 所以咱们不谈中东 两极化越来越严重情况下 为了解决美国这个问题 美国以新冠危机为借口再次印钞 这是川普 那通过美元霸权 他向全球疯狂转嫁债务危机 然后呢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 最后什么 最后中东的石油美元 很多中东国家 他实际已经意识到了 美国人可能 他拿美元,石油美元 你拿的是美元 你拿石油换的是美元 但是有一天你可能 还不了钱的风险 所以美国已经进入到了 一个债务滚血周期 他的经济增速远落后余 债务黑洞扩张的速度 那美国的债务货币化 这个体系就像走向一个中间 但是美国现在全面开启 债务均日化模式 犹太财团现在通过 次贷危机爆发之后 不到13年的时间 只用了不到13年时间 就把美国社会的财富再次掏空 这个真的神奇 这也就是说 美国很牛逼的一批人 他两极化由此就越发严重了 幸好这批人没在中国 你可以想想 这群兽 其实他不在中国 这祸害也不是中国人 咱们中国 其实我觉得让他把这个灾 在北美大陆蔓延就可以了 不要让他把这个灾 这个病放到欧亚大陆上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新冠危机为借口 又恶意印钞 通过美元霸权向全球转嫁危机 这个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美国进入到债务滚雪球阶段以后 他经济增速是远落后于 他这个债务黑洞扩张速度 对吧 所以咱们都知道 他还不上债 那这个让美国的债务货币体系 走向一个崩溃状态 于是美国就开启了军事化 用地缘战略战争来转嫁自己的危机 之后才有什么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 同时美国是以印太战略为核心 不断向中国施压 极限施压 试图把中国也推进地缘战略陷阱 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目的还是要收割中国 从美国的国际战略看 围绕的是华尔街财团的全球减样包计划 美国一步步走新冷战模式 新冷战模式必然要伴随区域化 经济区域化 包括逆旋游化 新冷战一定是两个区 但是现在是三个霸权 你把俄罗斯算在那是仨 挺有意思 所以这个新冷战到底能不能成 挺有意思 这个周期当中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必然受到干扰 中美的产业链联系很紧密 而且美国必须要借助制造业 还有金融市场向中国转交 它只有通过这两手法 因此美国对中国经济围堵 不敢过于像对俄罗斯那样 产业链脱钩 它是一步一步来 所以说有一定的周期的 所以目前看主要是唯独我国的科技 领先全球的制造业为主 主要是阻止中国经济的向上一个维度增长 快速提升 后期可能随着什么印度 墨西哥这些制造 逐步的提升 美元有了新的转化市场了 去奔着印度和墨西哥去了 那么相应的对中国 其他的行业可能就开始 维度什么金融 所以一定要注意 未来的银行业可能也是要断的 因此国内出口企业 对此我觉得你要提前意识到 所以我国政府现在正在加大力度的 构建内循环 我国国内的经济而言 最严重问题是高速金融化 包括十几年的高速金融化 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他们也是快速掏空社会财富 用的就是金融手段 所以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发展 最后不仅导致房地产 股市资产 出现重大问题 而且会导致社会供需失衡 国内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 而且失控的金融 失控的金融化 一定是带来一个灾难 这就是你的最大风险 所以坚决要堵住 金融收割国民财富 这个漏洞 现在我国必须要 我觉得修生养性 而不是去继续收割 同时国内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 也需要加强建设 什么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的现代化 制能化建设等等 怎么样让二产三产 制造和服务业来反补农业 以前是农业来支持你们 改开往的时候 你们怎么去支持农业 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全民建设 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 像西方那样全民 全民福利社会 我们中国还有很长路 像日本都是 我们中国还有很长路要走 所以房地产市场的债务黑洞问题 需要长期的周期去解决 现阶段房地产市场 应该是 就让四五十年以上的旧楼 逐步的退出市场 然后国家补贴 是以旧换新 应该是这个套户 这也没有让你炒房的意思 让大量的空置房能流动出来 随着时间退役 如果不这样做 大量的空置房 不断的折旧 新房再变旧房 然后老房无法置换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中国现在推出政策实际 打破恶性循环 严重的浪费社会资源了 而且债务黑洞就无法解决 怎么办 让你这个房子还有价值 一定要让现在房子有价值 然后能赶紧置换出来 新房 这个循环就可以转正了 未来还要觊 如果不转正的话 未来还会继续冲击中国 像一个毒 另外打击现在中国市场各种各样的乱象 假冒伪劣 国内的恶性竞争 价格竞争 对吧 尤其是中央企业 现在受这种价格竞争 它活不下去 让产品质量长期有保证 这样企业才能提高 存活效率 工资待遇才能往不提升 也就是说 现在还是要看中央 看中央的力度 包括品质上怎么样对得起消费者 企业 国民经济 怎么样把之前的损害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看经济不仅要强调科技 产业机构调整 更需要什么 把这些恶劣的东西除掉 有很多中国市场 你可能不知道 中国市场有大量的这些人 实际都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杂草一样 实际借这个中国这个大市场 一直在坑蒙管天 你怎么样除掉它吗 这是对中国本身有害的 当然各个利益集团不同 这帮人还上贡一批人 这些利益集团保护的 你怎么除掉这帮人 把中国严重影响 中国国民经济民生的一些 主要因素给除掉 你怎么怎么去减除掉这些 这是考验你 对吧 权益权益 从这个民生出发 构建内心环 中国经济最终才有可能修正两下